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仍然是來自《要財政捐》 研究部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看看港股最新表現 升近223點 21,317點 國企指數升近1% 11,185點 升近102點 成交方面暫時有75億 期指升近221點 升近21,161點 低水是157點 成交量暫時已過了15,000張 我跟Jason談談事前 跟進藍籌股最新表現 匯豐控股升近1% 升近71.5元 升近6.5元 中國移動升1.5% 升近87.25元 升近3元 中國銀行升3元 升近3.28元 工商銀行升6元 升近5.24元 建行升8元 升近6.12元 港交所升近4元 升近125.5元 西紅基地產 升近93.7元 升近1毫子 長實 升近104.4元 升近2元 中銀香港 升近24.2元 升近1毫半 而中國人手 升近4毫子 升近21.4元 升幅都接近2% 中海油 升近1% 升近16.72元 升近1毫子 中石化 升近8.32元 跌4元 中國鋁業 升近3.79元 升近2元 而中國海外 升近16.88元 升近6元 而 騰訊控股 升近1.8元 升近245.6元 不如先談談港股的表現 其實上一次跟你談了美股和中國製造業的數據 整體來說 是否刺激了氣氛 利好港股的表現 不錯的 因為你看到美國方面 一來製造業的指數也好 QE3的預期也不是很明顯的減弱 再加上內地方面 今次的經濟數據也叫做理想 再加上 大家都認為中央的銀金方面 仍會趨向 慢慢寬鬆 這些因素都令港股的氣氛 明顯是有轉強的跡象 其實如果不計算今天的話 就算你看上個星期 恆指的表現 都是由2萬5百點左近的低位 慢慢升上去2100上 再加上今天這個高開200點鎖 都見得到整個形態方面 都開始有一個所謂的向上突破的格局 你看回之前恆指都處於一個 所謂的收窄三角形的形態當中 之前都見得到指數 就去到接近2萬5百點 至到2萬1千點這些位置 都不斷是沒有什麼方向 在等著突破的 你見得到 對上兩個星期 港股的成交是明顯減弱了 以及指數的波幅方面 亦都明顯是收窄了的 這些格局都是代表著 將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今天這個突破就初步出現了 當然你或者就這樣計算 頭那半小時的話 那個參考價值就不算很高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今天收市之前 那個指數都能夠維持得到 大概200多點的升幅的話 我相信整個形態都算是挺利好的 特別就是當你說這條下降軌 都是正式突破了 以及站得穩在樓上的話 在上網的空間 暫時就可以看回 21,700點左右 但這也是一個叫短期的阻力區 一旦你說內地方面 真的有個放水的行動 再加上美國方面 QE3的預期仍然都還是強的話 我相信中線來說 要突破21,700個機會 仍然都是比較高 好啊 趕完市 聽聽家庭觀眾胡小姐的電話 喂,胡小姐 早上 我想問637 我想問什麼價格才可以入得 好 637即是海通證券 現在升3.5% 11.24 其實你看到在五一勞動價之前 其實中證監就連續推出了四行股改的政策 好像穩定市場信心 我想首當受惠的一定是內地的勸商股 你見到之前中證監方面都落實了 將將來的交易的徵費方面 就是可以減少的 當你說買股票的交易費用是可以便宜了的話 自然都是有望可以刺激一些資金 重新投入到內地的A股市場 再加上近期也有很多傳聞說 地方養老金、社保基金等等 都是保持一些位置來入市 也看到A股在上兩三個星期來講 成交都明顯是有個上升的 這些因素我相信都還會有利這類勸商股 當然你說海通證券就不屬於內地的第一 但是如果你說規模來說 它都屬於頭那三大 所以如果你說當A股市場的成交 真的有個明顯的好轉 或者股民都真的願意去入市的話 我相信對於這隻股分來說 都還是會有個正面的支持在這裏 當然你說見得到 之前上市的時候大概就是10.6元 升到上去現在11.2元 都算是有個明顯的上升 如果你說要入市的話 都可以保持住大概11元左右 有機會見得到這個位置的話 我都覺得是可以考慮去買入 再不是的話 除了你說海通 另外一隻中信證券6030 其實我自己都看得是比較好 不一定要買一隻剛剛上市的新股 沒錯 好嗎 胡小姐 我想問一下6030現在入入可以嗎 6030你見到它今天都是高開了 我相信它接下來的升幅仍然有 要入市的話 可以考慮在大概16.2至16.3元 在50天線的位置可以買入 上網空間暫時都可以先看 我相信之前的高位大概是17.6元 好嗎 胡小姐 好 多謝你的電話了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范子姐電話了 范子姐 早晨 早晨 我請問一下冬奧可不可以買呢 好 冬奧沒有貨的 好 其實冬奧已經累積不少 從7.5的高位現在跌到5.64元 今天又再跌 再跌3% 問一下Jason 其實我想幾乎每天都會有些家庭觀眾問一下 冬奧是否可以薄反彈 現在是否一個薄反彈的機會 之前冬奧也有很多消息 我講的是本身的大股東 也都說可能要配售舊股 另外也有一些集資的消息傳了出來 當然他們管理層就說 澄清說集資方面暫時就不會進行著 但是究竟是他本身是想集資 但是就集不到 還是他本身是沒有這個心態去集資 市場上的解讀似乎是以一個前者方面的解讀為主 也覺得這間公司本身現在都是幾等錢花 還有可能流動資金方面都是比較緊的關係 但是他都覺得他逼著要選擇在股票市場上配股集資 所以都令到他的股價由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都見到有個明顯的下跌 所以如果你看回形態來說 暫時我就見不到這隻股份有個明顯的轉勢的跡漲 再加上本身的基本因素 制冷劑方面的售價暫時都未見到有個明顯的反彈 再加上這個行業都屬於一些勞動的密集 和資本密集的行業 所以如果你說一旦接下來的原材料的成本 都還是加價 又或者他有個流動性資金 仍然都還是比較緊的話 那我相信對於他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就未必那麼適合著的 那初步如果你未來有機會跌到五元左右的話 就可以撐回反彈 那因為五元這些位置 都屬於上年十二月底的低位 那上次見到五元左右 就即時有個回升了 那我相信今次真的有機會下五元的話 都應該會有個支持在這裡 那所以如果你說想著短炒薄反彈的話 就不妨等股價落到五元左右才去考慮 喂 是 喂 范小姐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是 我想問一下中梅能源買不買得到 沒有保護 好 中梅能源一百九百 那現在就升近2.2% 九個一毫一又再升了 這次反而可以考慮 因為你見到上星期公佈的業績方面 第一季明顯的盈利都是不錯 無論是產量、銷量、甚至無利率方面 都是超過市場的預期 所以如果你說沒有貨的話 這隻我也是可以考慮的 暫時訂的買入價值 可以訂在大概八個九左右 這些位置買入的話 就駁去接下來可以突破五十天線 再上網的高位就可以盲上十元 謝謝Jason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彭斯的電話 麻煩Jason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我們的直播節目 別走開